又出现了校园霸凌事件了 国一的女生呢被怀疑 是不是跟老师打小报告 结果被四名的同学强压到厕所 不但打她还脱下裤子拍裸照 那他们在 在打我 颤抖的声音诉说着当时被同学霸凌的情况 叶同学忍不住直发抖 礼拜五的最后一节 然后上课不放过我 就把我拖去厕所 然后呢 然后就脱我裤子 只因为怀疑同学向老师打小报告 动手的女学生就伙同三名朋友 强拉蔡同学到厕所欺负 不但动手打人 还强脱女学生的裤子拍下裸照 那个同学如果再找你 有要欺负你 你就你要告诉爸爸 可是他们一直恐吓他 所以他都不敢跟老师讲 整个的过程我们都已经有 都已经有相当的了解 那后续的辅导 还有这个通报的过程 其实我们都已经在处理当中 校方表示已经依照校规处理 不过这名同学在学校欺负人 已经不是第一次 这回还嚣张将欺负人的过程 po上网 虽然不雅照片已经撤除 不过瓦正中写着 自己虽然很坏 但是夺主任是一定要的 还说动手欺负同学很开心 能够发泄情绪 更夸张的还写 女同学被打活该 下次还要po照片 给大家看好戏 行径相当恶劣 当时在把风的同学妈妈 也来到校园哭诉 女儿遭到威胁被欺负 才会选择把风 校园霸凌事件一再上演 恐怕不是学校所谓 有处理可以解决 真是黄州上网 看不到